占领中共 夺取华为 夺战计随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九千多人 我们打仗靠什么 靠智慧 靠勇敢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 去禁地前线抗日 打得狠 打得巧 一直坚定 不怕苦 是一个顽强作风 非常顽强的部队 他们对党的事业 对自己肩负的责任 他们是非常忠诚于自己的信仰 二日至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 灭黄虫 换钱 换粮食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 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 春种一粒种 秋收万诞粮 我们八路军做事情 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 当我们八路军的主力师之一 一二九师 渡黄河 到抗日前线的时候只有九千人 四五年 抗战胜利的时候 我们的人民死地兵已经发展壮大到了三十万 我们的战争 历生的法则就是人民战争 仅仅的依靠我们的人民